中国医改几十年 可是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反而越来越突出 中国在1980年代初推行医疗市场化改革 在2009年又开始新一轮医改 确定政府主导弱化市场的路线 从政府到市场又从市场到政府 路线相反的两轮医改都没有达成基地目标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们有幸请到中国国务院医改咨询专家委员会 对外籍专家肖庆伦做客纵神视角 他说中国医改做了很多工作 可是问题仍然很大 除了医德腐败资源分配不公 他说一味追求建造高科技三甲医院 从病人身上赚钱 不仅不能弥补治理破碎的医疗体系 反而造成恶性循环 肖庆伦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曾经担任过三届美国总统医疗政策顾问 他说中国可以复制台湾的全民免费医疗 就看政府有没有政治决心 肖教授非常荣幸您能接受纵深视角的采访 您在1988年受到当时中国的卫生部长 陈敏章的邀请为中国医疗改革提供咨询 到了2009年新一轮的医改时 您成为中国国务院医改专家 咨询委员会的外籍专家 从政府到市场 又从市场到政府 这两种路线相反的改革 并没有解决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 那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医改呢 我先讲一点背景 每一个国家到它比较有发展的时候 它面临一个问题 它的卫生医疗是应该由政府主导 还是由市场主导 你可以看所有的发展国家 除了美国之外 都是由政府主导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基本的原则 你一个人的健康 那他需要有医疗 生病的时候 你需要有医疗 这是每一个人应该享有的 一种服务 就像教育 一个国家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应该有基本的教育 所以 卫生健康 跟教育 是同样的一种地位 可是呢 在1978年 中国 把他的经济改革的时候 他政府的收入 失去了差不多一半 他根本没有税收 所以他那时候 把他的 包括他的教育 和卫生医疗 都推向市场 基本说是 我怎么样 可以保证 因为我的投资 会很少了 那我要 人民自己 在市场上出钱 那可是市场上呢 造成一个 不公平的现象 因为有钱的人 不管是买 卫生医疗 或者教育 他可以买到最好的 因为他有钱 那造成一个社会上 一个公平上的问题 所以每一个国家 都面临这个问题 在1982年时候呢 共产党政府 决定把他推上市场 那是因为 他政府的力量没有 资源没有 到了2009年的时候 他的经济 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 他那时候需要返省 这是不是应该 每一个中国的人民 有个基本医疗的条件 那么所以 他出台了一个政策 他政治局 出台一个最高的政策 就是 人人应该享有 基本医疗 那么这样子 那就需要 政府主导了 因为 我就说明了 就是因为 贫困的人 贫穷的人 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个 市场是要你自己花钱 然后你去选择买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美国没有做到呢 可是你可以看美国这样 他不愿意 政府主导 可是他现在还一半的钱 是政府在花 那是Medicare Medicare 就是他不愿意做的 所以他也逼上两山 这是美国错误的政策 所以不是一个特殊的 中国走的路 不是一个特殊的路 那在2009年新一轮医改 当时的目标是说 在2020年要实现全民医保 中国国家医保局 今年3月发布的数字显示 参加医保的人数 已经达到了13.45亿人 参保的覆盖面达到了95% 可是并没有推翻就医这座大山 最近我们在网上看到 一则流传非常广泛 而且引爆舆论的一个视频 就是一位老农民 被诊断出有癌症 然后他拒绝治疗 他说治疗的话 就会家破人亡 不治疗的话 我死家不破 那这一轮的改革到现在 还面临这么大的问题 问题在哪里 那有三个主要的原因 中国还没有可以把 看病难 看病贵 因病治疲 因病反疲 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 第一个是你政府要有钱 那么现在科技的发展 药的新药的发展 这都有专利权 所以看这个价格很高 所以那我特别治癌症 你知道在美国 有的治癌症的药 每一个月 是三万到五万块钱 每一个月 你要讲是有保险 要来出这个钱的话 那个保费要多高 所以在美国的话 很多人这样不能在癌症上面 得到科技上 已经造出来的产品 来治疗癌症 英国也同样有这个问题 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 原因是中国政府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整个财力 因为中国现在人民的收入 平均每一个人的收入 只是美国人的收入六分之一 所以他并不愿意 而且有那个力量 付很高的税 那么所以呢 他的医保呢 是有限制的 所以他的目的是 仍然有基本医疗 可是呢 同时呢 他有很大的浪费 因为中国呢 是把他的钱投入了医院 特别是高层次的医院 他们叫做三家医院 就是美国的medical centers 他的钱投入那里 可是大多数的人民啊 是要的 不是生那种疑难杂症 他生的是平常的病 可是中国没有把一个家庭医生 建立起来 没有把一个基本医疗的制度 建立起来 所以呢 人民啊 所以在有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 那么这个中国现在最缺乏的是 他们家庭医生 所以你有什么小病的话 你多往医院里跑 看专家门着 专家呢 他是用最好的 但是最贵的 技术呢 医疗你 那就你会因病治病 这个 我可以告诉你 像我们国外的人 已经跟他提出来 你这两个是有冲突的 他的科技部是要推动怎么样发展 做烟就可以有更好的药 更好的科技 然后有专利权 你可以在国际上 国内都可以有高价的卖出去 可是呢 平常的人就出不起这个钱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国 平均的人均收入很低 可是呢 中国的这个GDP很高 占世界的第二位 比如中国的这个政府数据显示 在2021年 卫生总费用占GDP的6.5% 那这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这一年 所以他要比往年的高 往年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么高 那其中政府卫生支出占27% 社会的卫生支出占45% 个人的卫生支出占28% 那在我们看欧洲的发达国家 他们的平均医疗费用 大约是占GDP的10% 其中80%90%是由政府来承担的 那您认为这种分配 这种轻重 是不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问题呢 中国呢 是比欧美这些国家低 你刚才也解释了 说是中国的经济的力量 世界上第二位了 可是这个 就是因为那是中国人民比美国大四倍 所以你中国平均的收入只有美国六分之一 肯定成一个四的话呢 因为他人口比美国大四倍 所以他就变成第二位的世界全国 可是他个人可以到底出多少税 或者出多少钱 中国不是一个 我们叫做已经发展的国家 我们讲的 它是一个 英文叫做 Upper Middle Income Country 他是想进入高收入的国家群里面 可是他还没有这个财力 可是政府的注意力呢 本来是不够的 那可是很多民众啊 就是对现在这个医疗体制非常的不满 其中有一点 您刚才提到 因为他的这个人均收入不够 资源不够 可是他在资源分配上呢 非常的不公平不合理 比如说 大家现在受 就是非常愤怒的一点 就是高干病房 医院把这个高干病房 高干照顾好了 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政府的驳款了 那那些特权阶层呢 享受特别的待遇 可以长期的 甚至几年都住在这个高干病房里面 享受免费治疗 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是他一个政治上的问题 他的高干有特权 那是公认的 那么他把他很多的资源用在高干 高干的话退休之后 有最高层的有用人 有警卫 有汽车 有房子 有高干病房 这是你可以讲说 共产党执政 这是他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运作 那么这个他是从苏联查来的 苏联的高干也有特殊的待遇 所以中国在中国大陆上面 他的高干有特殊的待遇 而且那些高干呢 不是不像台湾或者别的国家 一个政府的比如总统退休之后 他占有特殊待遇 中国的高干相当普遍 出部长机 私长机就 私长机就有特殊待遇 退休之后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一种做法 所以这也是涉及到 他怎么给民生定位 那他建了很高科技的 这个先进设备的意愿 当然是给有钱人 给特权阶层的人来看的 那今年中国政府现在正在掀起一场 前所未有的医药反腐运动 到今年8月 全国就已经有将近 180名医院的院长书记落马了 这个普遍性的腐败 是不是体现出这个医疗体制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医德问题 您的看法 这个是体制上引起的道德问题 你把一个卫生医疗 推向市场的时候 基本上每个医生 每个医院的院长 他的追求的是 我怎么样赚钱 他本来把医学的道德观念 为人民 为病人服务 而且用比较合理的治疗方法 来给他医疗 就失去了他的重要的地位了 中国的问题 是他医生和医院的领导 在追求 怎么样赚钱 那你政府呢 在2009年开始 就抓紧这个事情 可是那他 中国有句话就是 你有你的政策 我有我的对策 那么所以呢 他的腐败现象好了一些 从前啊 医生都收红包 现在他不正式收红包了 因为抓得很严重 你买什么益器 买什么supplies 他都拿回扣 现在也少了 可是现在他们用别的变相的方法 请你去开会 请你讲几句 然后他就给你讲稿费 很高的讲稿费 所以他们现在政府呢 想把这个抓紧 我可以告诉你 中国的医生在前几年 他的基本薪水 只是他带锐科医生 只是他是从他的腐败的手段上 他把他的薪水可以翻三倍 外科医生可以翻十倍 这个造成多严重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学校里 跟他们学术界的人 可以做研究 把这些事情都证实出来 使他最高层次的人知道 真实腐败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腐败问题 能够通过医改来解决吗 还是说在这样的体制下 它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小教授 医改是可以帮他解决一部分 他回复医德 是他必须要做的 可是那个很难 而且花很多时间 所以他的现在医学院 一直强调的 可是没有多少效果 就是怎么样 把医学生 教他的医生的道德观念 那个呢 中国一定要在那方面努力 因为他现在是用高压的手段 就是你有什么腐败的行为 我把你抓了 不但罚款 我可以把你放进监狱去了 可是那个不能持久 你要需要把人的一种思想 一个道德观念改了 这个呢是很难的 因为他的医保局 现在做什么呢 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把你本来桌底下的收入 放在桌面上 我把你的薪水提高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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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医生说我要多少 桌面上的收入 刚才我说了 他的外科医生 想来是要七倍到 十倍的 而且中国有个很坏的现象 他的主任医生 副主任医生 拿的钱很多 年轻的医生 实习的医生 他没有法子可以拿那些回扣 因为他没有权利 去说是我买什么药 或者义气 所以中国的问题是相当复杂 他年轻的 好的医生 当然是 他薪水是很低 可是他的主任医生 副主任医生 拿的是很高的 那么这是现在 副主任 主任医生 不肯让 所以 那你到底是要几倍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在中国参加这种研究工作 我们都帮他调查 到底是要几倍 我们是希望他把他薪水加到三倍到五倍就够了 所以外科医生 不肯 可是医报局现在开始说是 你把你 我们要防复 复败打掉的话 我一定要把你的桌面上的薪水提高了 所以现在一直在提高 所以现在一直在提高 也就是他们正在讨论这个实行年薪制 可是如果这个年薪制的话 就是说人 可能没有一个制度的约束的话 他这个贪心是不会有顶的 那您担任过三届美国总统的医疗政策顾问 包括尼克松卡特还有克林顿总统 那美国在这方面是如何防止这个医疗腐败的呢 第一美国没有破坏他的医生道德 他的医生道德观念 他淡化 就是美国一个长久上的一个问题 可是他慢慢的淡化下去 美国的医生赚的钱也是算是世界上最高的一个国家 可是他没有去做腐败的事情 拿回扣了收红包 那么这是因为他是怎么做的呢 是我的桌面上一直要给你比较 你愿意 一半医生觉得是合理的 可是很多医生觉得障碍值太低了 美国的一个出台政策 我们给美国政府总统做顾问的时候 就是你需要把给医生的这个价格 出台价格 设立到他百分之五十到五十五到六十的医生 愿意接受的这程度 那你把三分之一医生要的高价 你就可以压下来 这是美国的措施 那么这个呢 所以那时候 为什么我可以在这方面还有一点成绩 是因为我建了一个叫做一个 怎么样给一个医生合理的支付制度 这叫做RBRBS 现在美国还在用 可是现在已经淡化了 那个制度 可是那个制度大陆也超去了 台湾也超了 法国也超了 可是在美国我可以告诉你 在25年以前 美国做了改革 是把有道德的医生拿 把他升级 叫他带领年轻的医生 而且美国收医学生的时候 他主要问你问题是 你的追求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要去当医生去赚钱 还是真是为了人民服务 你要看美国的最好的医学院 他主要都是把这些 为了去赚钱 高薪水的人 把他排挤在外面 这类似一个制度 中国还没有做到那一点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医改的问题上 这个连续多年来 中国全国两会代表都提交了有关要实行这个全民免费医疗这样的一个提案 比如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教授张其成 他就连续四年提交了关于逐步推进全民免费医疗的提案 我们当然解释一下我们所谓的全民免费医疗并不说完全免费 而是一种保障水平很高 个人支出比重很低的这样一种全民医疗保险制度 那中国的这个政协代表张其成 他就说在金砖五国里面 中国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 然而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实行免费医疗的国家 他说中国已经奠定了全民免费医疗的物质基础 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呢 对不起 我的看法跟他不一样 你要讲是给全民免费医疗 用你的那个解释 就是全部的 你只需要比如付10% 像台湾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需要有这个钱 羊毛出的羊身上 你在花那个钱总是有人要出这个钱 那是看你这个人民有没有那个能力出这个钱 而且愿意出这个钱 所以不是这个免费医疗这个口号 我可以告诉你 在世界上叫得很响 是一种幻想 我们念经济学人说是 我可以给你免费教育 一直到你大学毕业 或者研究院都不要你钱 那我到底要有多少资源才可以付出 医疗一模一样 那你到底有多少资源可以支持这个 中国至少我的看法 没有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 除了有石油的国家 那是中东的有的几国家 他们没有这个国家 没有这个资源给你免费医疗 那么大陆 中国的大陆要怎么 是需要一步一步的走 他现在人民自己 要付差不多30% 他需要把它慢慢减到20% 再减到15% 这样下去 那是一步一步走 看他的社会经济发展 不是一个口号 我可以告诉你 在政治上面 在不管是人民大会上面 可以喊这种口号的人 不管在美国国会 可以喊这种口号的人太多了 最高的人要听都不能听 那你告诉我 我怎么有这个资源来做到这个事 这个他们不能回答 您说这个他是在喊口号 可是在中国喊这样的口号 其实可能 并不会得到领导的欢心 那中国到目前为止 也有这个全民免费医疗成功的例子 比如说是陕西的神木 还有湖南的桑植县等等 您怎么看这些成功的这个试点 比如说这个陕西在神木县 在2009年当时的县委书记 郭宝成 他就推出了全民免费医疗 成为全中国第一个成功的试点 那神木为什么现在就可以做到了呢 那是因为神木有这个资源 神木是一个生产煤的种地 它的煤矿是很好的 所以它有很多煤矿 而且它煤矿的价格是很高的 它的平均每一个人的收入 是上海居民的收入两倍 我不知道你们参考这些资料没有 所以它本地这个县 只有40多万人口 它因为这个煤矿的 它的人均的收入是 中国最前十位中间一个 所以它有这个资源 来做到全民免费 所以刚才我就讲 主要就是 你一个国家一个地方 有没有一个资源 做到你想给人民享受的待遇 神木是一个特别书的列子 可是你可以看 别的 它做了很多宣传 我也确认地考察过 我告诉你 没有法子仿制 没有别的县 没有这种条件 连上海市都没有这个条件 它的平均收入上海市两倍 那有人批评说 中国不应该把钱花在这个 一带一路上 或者花在这个军费上面 而是应该更多的 花在这个民生方面 您认为这是一个 如何定位民生的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可以回答的 这是它在政治上 你怎么样使人民支持 你在做什么 可是我讲的是公平的话 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 特别中国 中国现在讲它不是一个 它是一个社会主义 初步阶段的一个国家 它承认它有不公平的现象 可是它对贫困的人的照顾 像这几年 特别在胡锦涛做书记的时候 很重视这个 所以它扶贫花了很多钱 它把这个全民建 现在的95%多有保险 它是花了大钱 那时候我可以告诉 它的财政部部 强烈的反对 说它怎么样 要牺牲对别的方面的支持 包括怎么样资助工业的发展 或者科技的发展 把这个钱转移到医疗这方面 人人享有 所以这是一个政治上 你到底觉得是多重要 你下多大的决心 我承认我没有 没有这个政治上的智慧 对 这是所谓说的 这个人走政息 换了领导人了 你这个政策也会改变了 它现在明显的就是 在医疗方面 这个民生方面的投入有问题 最近的这个失业率 我们也看到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您在1995年带领专家小组 帮助台湾设计了它现有的 全民健保体系 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 这也是中国大陆的人非常羡慕的 那请您介绍一下台湾 这个全民健保体制 台湾它的最高的领导 那时候是李登辉 那么可能那时候 我参加了这个工作的时候 就是蒋经国刚刚过去了 就是它的国民党的这些最高的 它的中常会叫做 它决定说是我们设计一个全民健保 那么因为这是人民民进党在推进这个的 可是呢 那么怎么样可以使用全民健保呢 那么台湾的情况是这样 台湾本来已经有一个很全面的基本医疗 它有医生 这些医生呢 不见得是私立是那么好的 因为很多是从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 它的军医 后来没有事情了 他们让这些军医去做家庭医生 日本呢一直很重视家庭医生的培养 所以日本的一个给大陆的一个传统 是培养好的而且更多家庭医生 所以台湾的情况是 它本来一直有很好的家庭医生 是基本医疗 可是它的医院呢不够 那么所以它把医院开放做非盈利医院 像长庚 像星光 那么这些呢 所以它的整个制度 是说是不要只是为了赚钱 比如是医院呢 你要办的话 它限制很严 不让有盈利医院 它主要的 刚才我讲的长庚星光 当然是它的退伍军人医院 这些都是非盈利医院 台大医院当然是政府办的 那么所以呢 它的整个制度是建立在 而且它的医生啊 道德观念没有被那么破坏 它没有开始 没有把它医疗推向市场 没有像大陆那样做 所以他们至少 好的医生 特别在医院的 医院的这些医生 他们的一种报复是 我要一个有合理的报酬 所以我并不要赚大钱 所以它的基础是不同的 它出发点不同的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全民健保 而且财务上面可以维持 那为什么台湾做得到 中国大陆做不到呢 这种模式中国大陆能不能复制 可以 可是它这个需要 它有这个政治上的决心 就是用你的定词是免费医疗 我可以告诉你世界上 包括像沙特阿拉伯这种国家 都没有完全百分之百免费医疗 就是平均上面 人民需要付百分之十十五 在那种定义上面 说免费医疗 那中国那是需要有 政治上的决心 可是它经济上 有这个力量来做的 刚才我提问 它的经济上 到底有多少力量呢 我们观察是中国有别的很多问题 很严重 我们不知道它怎么样可以去解决 就是它最高领导头痛的问题 大陆现在其实在跟台湾学习 你也到在大陆最好的医院管理方面 怎么样管理的医院 他们用长庚医院的管理方法 中国最好的一些医院的管理 是在华西 就是在成都 他们抄的主要是长庚医院的 像清华大学的医学医院 也是主要借用长庚的管理方法 所以它的支付制度 医保局做支付制度 我不把细节都讲 很多是在借用台湾的 所以大陆在很公开的说 我要怎么样跟台湾 把台湾做得好的方面借过去 是 它能不能在广泛的推广 就是说在全国这样实行台湾式的 这个免费医疗体制呢 这还要多长的时间 这个我觉得至少还有十年二十年 它因为它需要把家庭医生建立起来 它没有那个基础 人民不相信它的基础的医生 所以他们都是往医院跑 医院里面用医师扩大 那么他们主要那是用最贵的药 最贵的检查的方式 它从你身上转捡 这是它一个恶性循环在那里 那么这个改起来 我的推想至少要十年二十年 您作为这个中国国务院 医改专家咨询小组的这样一个专家 您觉得您的意见被采纳吗 这个我不知道 我知道有几次 那是我们做出来的报告和建议 送到最高层次 而且他们都批示了 非常感谢您肖教授 感谢您那么耐心的给我们解释 谢谢您 非常感谢中国国务院 医改咨询专家委员会外籍专家 肖庆伦博士的分析和点评 来宾发表的都是 但是个人意见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是叶凡 感谢收看